小蒲儿 你怎么在我腿上吃东西呢 快点下去 我不 那我可就把你甩下去了 哇 和海盗船一样 真好玩 你快点给我下来 你现在过得着吗 哎哎哎哎 爸比的韧带可好了 你快点给我下来 哼 以后吃水果 下面一定要垫张餐巾纸 明白吗 好的吧 哟呼 今天我要透露一个大秘诀 怎么玩松鼠尾巴 首先你得有一颗小花生做鱼儿 当松鼠咬勾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 然后把花生给它 在小松鼠吃完花生之前 这时候你就可以对它的尾巴为所欲为啦 你果然记得我有大尾巴 哟呼 很多小伙伴养松鼠 但是不敢用手去抓 那怎么让调皮的小松鼠回笼子呢 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找这样一个圆柱形的罐子 把松鼠装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准笼子的口 放它们进去 是不是很简单呀 大家学会了吗 哟呼 冬天出门熟冷怎么办 我的宝贝暖宝宝 快点到把比口袋里来 我们要出门啦 到家喽 出门一点都不动手 你想吃什么充电呢 我想吃核桃 哟呼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视频的主演 导演让我发生什么都别动 大家请欣赏我的表演 Action 咦 今天的零食演员居然还有小帽子 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如何快速剥龙眼皮 你们学会了吗 咔 宝贝真能干 哟呼 诶 客官您别着急呀 那么好的瓜子您可得慢慢享用 瞧您说的我什么样的瓜子没吃过 南瓜西瓜哈密瓜 不爱我你是傻瓜 哟呼 宝贝 别难过了 不就一次考试没考好吗 快点来吃草莓 把鼻都洗好了 我没脸吃东西 你不吃我也会伤心的 来嘛 爹地 这次考试前我都很用功地复习到晚上十二点 为什么还是没考好呢 小傻瓜 学习的秘诀在于长期的坚持 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哦 哟呼 宝贝 快醒醒 把鼻下班回来了 给你带了车离子 可甜可甜呢 乖 我们到笼子上面吃 把鼻垫一张餐巾纸 慢慢地吃 慢慢地嚼 这样才好消化嘛 吃完了之后 把手和脸脸整理干净 这样窝里就不会长蚂蚁 嗯 今天那么自觉就去睡觉觉了 真是把鼻的乖宝宝 来 把小尾巴收进去 把鼻帮你把棉花垫好 妹弟晚安 呦呼 啊 惬意的下午茶时间 嗯 没茶了 小蒲儿 过来帮把鼻泡壶茶 记住把鼻要深茶 不要泡太浓了 要求争夺 让我看看你的泡茶水平有没有进步 哎 别乱动啊 要洒出来了 我泡的茶我自己先喝 呀呼 今天我要透露一个大秘诀 怎么玩松鼠尾巴 首先你得有一颗小花生做鱼儿 当松鼠咬勾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 然后把花生给它 在小松鼠吃完花生之前 这时候你就可以对它的尾巴 为所欲为啦 你果然记住我有大尾巴 呀呼呼 你可能会有一颗小花生 你会喝了 在那里里有一个小花生 那里有什么小花生 感谢观看